花冰塊倒原料 新鮮美味的手搖杯 一杯接著一杯做 生意有夠夯 但現在全球通膨 再加上原物料上漲 業者可說是賣一杯 虧一杯 這次的通物膨脹 就是大家原物料的上漲 的確造成餐飲業很大的壓力 可是我覺得在上漲的時候 你必須像我們品牌方 一定要想到一個就是要抗漲 那如果可以壓住 這一波的上漲的壓力 讓我以前的利潤少一點 我才會把我競爭力 所以我現在越穩返回來 精實管理 我把我的管理做好 把一些耗材盡量減少 然後做人力的管控 大家並且要精準的 去做一杯飲料 減少浪費 咬牙苦稱逆風抗漲 不讓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但最近全台因為禽流感影響 每天雞蛋產量少了2000箱 農委會宣布由於蛋雞換雨作業 飼料價格偏高 雞蛋價格再度調漲 2月13號起雞蛋的批發價 從每台金50元調漲到52元 直接衝擊一般的消費者 以及餐飲業者 但事實上現在整體的通貨膨脹 都讓民生經濟很有感 雞蛋上漲首當其衝的 就是餐飲業者 若是需要大量用蛋的食品 更是苦不堪言 不論是麵包還是蛋塔 除了麵粉 最主要的原料就是雞蛋 現在麵包店 就是頭號受災戶 影響非常大 因為烘焙產業 雞蛋在每個品項使用率 大概80%以上 幾乎是產品有8成都需要用到雞蛋 所以相對的 烘焙的成本都提高很多 可是因為現在景氣剛復蘇 那消費者其實就是也是蠻辛苦的 所以我們現在選擇先自我吸收 那吸收到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漲價 那我們也希望政府能關心一下 那個雞蛋的價格 讓它能穩定 製作鬆餅同樣得大量使用雞蛋 但是成本實在吃不消 小攤商只好更換原料 以現在目前的蛋價來看的話 可能勢必也得漲到五到十塊錢 大概可能會上看到八十 對 那可能對消費者會有點吃力 為了不就是價格上不變動 然後能夠維持這個水平的話 可能勢必得要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們配方有稍微做一下做變更 掌聲響起商家只能自求多福 雪上加霜的事通膨似乎看不到盡頭 所以我們配方有稍微做一下做變更 根據主計總處公布二零二三年一月的消費者 物價指數年增率 竟然高達百分之三點零四 民生用品 生鮮食材 通通漲漲漲 市井小明 苦哈哈 這個時候為什麼那麼高 第一個是年節的關係 蔬菜水果肉類在漲 第二個是台灣房價還在高點 所以房價之後就是主機也會跟著上調 所以我們可能必須要觀察 未來幾個月是不是繼續在上漲 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仍然疲弱不振 受到大環境影響 台灣要靠出口獲利不容易 學者分析國內消費投資 將會是拉抬經濟的中間主力 政府政策要有配套 包括我們的鼓勵消費 然後反景氣循環的一些投資利監 鼓勵民眾 鼓勵企業 加強一些晉零排放 數位轉型的投資 讓我們的民間投資保持一定的穩度 二零二三年開局 經濟發展不太樂觀 在政府祭出拉抬政策之前 民眾恐怕得搖緊牙關 勒緊褲帶 迎接漲價海嘯第一排 TVBS新聞 張志明 顧尚君 台北報導